各位朋友,大家是馮天樂博士 今天非常高興可以邀請到一個重要的嘉賓 所以我也膽粗粗打電話給馮博士 可不可以來和我們聊聊天呢? 可能我們真的同姓三婚親,大家都姓馮 他概然英韻,所以這個要多些介紹一下 另外一位,大家都相當熟悉,劉桂彪博士 我們人民學會理事長,也是我們人民文化網上電台的台長 很高望重的 在邀請大家介紹《易經》之前 首先由小弟做一些粗淺的介紹 如果我對《易經》的一些說法有什麼說錯了 也歡迎你們兩位隨時指出來 因為我對《易經》是素無研究的 但正因為不懂,所以才要向兩位學習 《易經》呢 首先是誰作的呢? 這是第一件事我們要解決的 如果用《史記》的說法呢 《民王驅而演周易》 就是說周文王因為受到雙袖王這個暴君的猜疑 就將他囚禁了 在有理這個地方七年 坐牢坐了七年 在監獄上沒什麼好做 當然是讀書 讀完書當然是寫書 不是七年時間怎麼打法呢? 於是他就寫成了《周易》 就是我們今天所講的《易經》 因為《易經》有三種不同的版本 有一個叫連山 一種叫龜床 一種叫周易 但是之前那兩個版本 連山和龜床已經失傳了 所以我們現在講《周易》 就是我們現在所通稱的《易經》 這一點我可以講一講 但是根據《漢書》的說法 《班固》作《漢書》 他就說《易經》是成於三個聖人之手的 伏熙作八卦 周文王將八卦演成六十四卦 然後再由孔子作鑽 在漢武帝時期就將孔子作的鑽式 稱之為《易鑽》 鑽記那個鑽 也都稱之為《十易》 《易》是一對《易》的《易》 就是輔助的意思 然後我講完這個作者之後 也要簡單介紹一下《易經》 為什麼叫《易經》 有三種講法 根據漢朝的經學家鄭源的講法 他就說 一個就是變易的意思 這個世界無時無刻 但是變動中 另外一種就是不變 這個世界雖然萬事萬物都在變化 但是當然有些規律是不變的 譬如 肚餓我就要吃飯 或者天氣冷 我就要穿一件厚的衣服 總之 這個世界有些東西是變 有些東西也是不變的 這個就是不易 另外一個就是簡易 容易的意思 就是說 譬如我們透過看《六十四卦》 我們就可以概括了很多 宇宙萬物的道理 這個就是以簡易 遇煩 這個就是我對《易經》的一些粗淺的認識 無謂聽我說太多了 有一個專家在這裡 首先請逢英奇博士 跟我們講解《易經》 在今時今日對我們現代人 有些什麼智慧呢 好了 大家好 如果上次聽過我們《超強記憶》 應該可能見過我 其實我們學《記憶學》 其實有很多人都說 很多東西記 或者很多東西很難記 而其實很簡單 周易也是我很多學生上課的時候 就問我怎樣去記這個周易 有很多人問我關於這個周易的關係 因為很多東西都是認識 然後去教 是很多時候很多東西 你說我想記的時候 我就想辦法去幫大家去記憶 所以很簡單 很多東西我本來沒有研究 都會研究 我們很多時候 很多人要記就是這個六十四卦 六十四卦其實就由這個八卦開始的 八卦 八卦原來就再配對八卦 八卦就變成六十四卦 其實如果在這個周易的起源 就是這個年代 就是這個年代 天地萬物初開 現在就如果在神華裡面 就叫呂窩士 就一起 OK 開創天地的 OK 但是呢 這個福稀士 看回那些畫像 很有趣 它不是一個人樣 是人像來的 它是人的頭 人的身 那個天地 好像是兩兄妹來的 好像是 鋁窩呢 就是這個 鋁窩 大家都看過這個 鋁窩 鋁窩 就是這個 鋁窩 就是這個 鋁窩 它是一個 然後等於這個 它是 its封面子 這是一個 這個 它是一個 它會有 就是 它會有 這個 它會有 它會有 即是 其實最重要的 因為道教是用了《易經》的八卦 來做一個標籤 所以很多人以為《易經》跟這個八卦有關係 但是其實《易經》的關係沒有關係 一個道教應該是用《易經》裡面的內容 來做一個教義的 所以那兩個好像有一個關係 再說回 剛才說回 如果我們相信有福熙市這個人士 就很奇怪 因為福熙市就有很多很多年前出現 但是它的智慧可以流傳了一萬年 或者九千多萬年 其實人就研究這個古代的外星人 就應該說這個福熙市是外星人 就是外星來到這個地球就傳出來了 周文王因為他很厲害 就剛才說剛剛坐牢的時候 就去研發了這個周易出來 周易的周字呢 可能都跟這個周文王有關係 但是周字呢 除了周文王的周字外 還是周長的意思 周長或者是普遍的意思 就是可以很周長很普遍的去 就是去了解關於這方面 而《易經》也很特別的一件事 就是所有歷代的皇帝是必須要學的 就是說所有皇帝要學《易經》 還有《宰相》呢 又是要學《易經》 《宰相》很出名的 如果我們聽到是諸葛亮啊 劉伯昏啊 或者很多一些蕭河啊 那些《宰相》呢 全部都是《易經》高手來的 那就是說 其實呢 如果在《易經》呢 雖然剛才說一個比較是這麼容易的東西 但是也都很容易懂的 但是如果你懂了的話 其實可以什麼 就可以治理國家 那一句說話叫做收親齊家治國 其實你基本上《易經》呢 就可以開始來的 所以研究《易經》呢 其實都是一種... 就是對我來說有興趣 因為其實是因為很多年前有人問我關於這個州益 是一去記錄 原來發現這個州益 很多東西呢 是不是這麼容易做的 由於不明白 我就有個老師 那時候在廣州 教州益呢 我就上了他的課 研究了州益之後呢 就發現了原來州益有很多的這個秘訣 就是有很多奧妙在裡面 因為《六十四卦》呢 基本水平 所有我們免費 最重要的是 你那兩個字 那管理是為什麼呢 我本身是讀工商管理的 那工商管理是屬於是外國的管理啦 但是中國人的管理... 好了 所以很簡單 如果你們學了這個州益呢 其實我以前為什麼學州益呢 原因都因為我本身是學管理 而我就想把這個西方的管理 和我們的中國式的管理 兩個合併在一起呢 去研究 所以很簡單呢 研究這個州益呢 對我來說是一種興趣啦 那所以 也都是非常之有趣的 就是你學了州益之後呢 知道《六十四卦》呢 所以有一些叫做氣場 那氣場其實很簡單呢 我們現在我們年代人會說是什麼 是運氣啦 那人的氣場和運氣呢 原來是和什麼有關呢 是和你的這個逆經的一些東西有關係 那逆經呢 其實很簡單呢 我們是有八個卦 是不是 八個卦 然後我們轉身六十四卦 其實原來這個八八六十四卦 就和一樣東西有關 和什麼 和數字有關 OK 那所以很簡單呢 我們人生裏面呢 你發覺到原來我們會有很多數字的 例如我們出生的時候 有出生的數字啦 OK 拿身份證 有這個身份證的號碼啦 那跟著呢 你們出來呢 一定要有個電話號碼 就是有電話號碼 那你發覺到原來呢 我們人生裏面呢 和這個數字是息息相關 但是可能有些人不知道 原來我們的數字呢 是和什麼呢 和我們的運氣 或者運氣 明天因為今回宣傳 那你所謂的 譬如什麼會是自己拿的 電話號碼 OK 例如就是這個 譬如有些電話 電話之外的內線號碼 另外一些公號 公號有些可以自己選擇 原來這些數字 或者車牌都有號碼 而這些數字原來就要影響了我們的運氣和運程 當然我第一次聽關於這一方面 我不太相信 因為我本身都是信科學多一點 因為我本身是讀西方的學術的東西比較多 所以我就不太相信有關於這些數字和人的關係 直到他就幫我計算了我的電話號碼 然後就說了一些東西出來 然後我就去學習去研究 研究了之後 我就把我身邊所有認識的人的電話號碼 數字重新再計一次 因為你拿人出身的東西就比較困難 OK 因為你不是每個人都會告訴你 事實你都不會告訴你 但是電話號碼 基本上來說 你有WhatsApp 我們一定要知道你的電話 OK 微信就未必知道 但是很多時候以前呢 我們都是打電話給人 卡片都有那個電話號碼 我將這些電話計算了 計算了 然後發現原來港島的人有幾樣東西 一個是他的性格 他的特徵 他人的運氣 氣場 各方面呢 原來的準確度都有超過八成以上 你發覺到原來 我不需要見那個人 或者我不需要跟那個人在一起 我只看一個數字 就能夠可以計算到 他大概有什麼的性情 什麼的性格 或者什麼運氣 對你有沒有幫助呢 如果這個人是你的客戶 OK 一定有幫助 因為我知道他的性格 他的喜好 還有最重要 我知道他有沒有錢 因為運氣好不好 運氣好的人有錢一點 OK 那我就知道我怎麼可以銷售 如果那個是你的下屬 下屬就是說那個人是跟你做事的 那你對他的能力各方面 你知不知呢 你不知道 但是原來通過一個數字 知道他的能力 或者他可不可以做到 你那個要做的事件成功 也都很有幫助 另外一樣東西 如果那個是你的上司 上司很簡單 你發覺到不是你管理他 是他管理你 但是那個問題是 那個上司是什麼性格呢 他的人的運氣如何呢 那你原來計算了 又可以知道一些關於他的事 我就知道怎樣可以做好我自己的工作 OK 那另外還有一樣東西 除了剛才說的 事業方便 是不是 做生意 生意還沒說 做生意呢 很多時候呢 很多人找你合作 是不是 這件生意一定成的 這件生意做不成功 那你發覺到這個人成不成功呢 就跟他的運氣很有關係 我又可以計算他究竟做事成功率有多高 然後考慮和不和他合作做生意 這個也是很有作用的 另外 除了事業工作之外 家庭最重要的那個是伴侶 其實會很開心 但是原來呢 實際情況未必是 或者他有很多缺點 我之前不知道的 現在才發營 或者很多東西不喜歡的 我現在才發營 那你可以透過剛才說的那件事呢 就可以什麼呢 我剛才說了呢 一個數字可以計算到 對方的性格 或者他的喜好各方面呢 都比較可以有一個了解 那當然呢 如果已經結婚了 已經相處了 那大家都可能呢 很多時候有爭執了 其實最重要的是爭執的原因是因爲什麽呢 因爲對方的性格 你可能不了解 現在才知道 那你可以知道怎樣去包容對方了 因爲 因爲不解而結合呢 因爲了解而什麽 要更加包容 那所以很簡單 包容呢 就是一個我們學州藝的人呢 一定要學會的東西 因爲包容了他呢 我們就知道 因爲他本身的人是怎麽樣 我就知道我怎麽樣可以包容到對方呢 其實這個很有幫助 那另外當然呢 你有機會有子女 子女呢 其實很簡單 教育方面 你想他成績進步啊 或者你可以什麽呢 那我們都可以有一些數字呢 可以令到我們知道他的子女是怎麽樣的 那所以剛才再說回了 因爲我之前學這個州藝 最重要 最大的原因 就是因爲我想學一樣的就是他的管理 一個有效的管理 或者是一個有高效率的管理 而管理來說呢 你發覺到 我們西方的管理學呢 就學了很多不同的管理方法 去管理所有的人 但是不能夠一足高打船 如果能夠對對方的了解程度是高的 OK 就是了解得多的 然後去管理對方呢 會更加有效 尤其是我自己身邊的親人 親人就是你的伴侶呢 或者你的子女呢 或者你的父母呢 甚至父母都可以管理的 是不是 OK 那你很多東西 你就可以自己控制了 OK 所以我們爲什麽會有這個 就是學習這件事呢 我的動機呢 主要就是在這一方面 也都要求有沒有可以學一下呢 最近這兩三年呢 我又開始 又開班 又教一下人家 怎麽樣可以運用這些數字的方法呢 來去改變你的運氣 或者你的性格 或者你改變自己 OK 因爲人呢 很多時候要改變自己呢 除了自己的努力之外呢 可能運氣也有時多重要 OK 那所以呢 我們加上運氣 再加上自己的努力 那就能夠可以 對自己有些改變 OK 那我就說一說我對 就是今天那個講題的了解 以及那些意見 那今天呢 講的講題呢 就是《易經》的智慧啦 那剛才天樂一開始呢 也都介紹過什麽叫《易經》 那但是呢 就是我都用我自己理解 講一點點先啦 那就是《易經》呢 其實很多時候呢 就是跟周易這個名字呢 很多人呢 就是覺得好像混合一堆那樣 那但是其實可以分分的 其實呢就是當我們講周易 或者有時候簡稱做易的時候呢 就是我們其中一個意思就是《易經》 有時候沒有分別的 所以有時候講周易 講《易經》也沒有分別 因為《易經》呢 就是一般理解就是在周內已經開始形成的 但是呢 後來呢 因為有《易經》呢 就是在周以後 應該是有些考據呢 就說在《戰國末期》那樣 那有些解釋《易經》的一些註術 因為原來那個文本 就是《易經》的一般叫做《經》 解釋那個叫《傳》那樣 那《易經》呢 就在應該是《戰國》的時候 就是去到《戰國》的時候形成的那樣 變成了周易就有兩個意思了 開始有兩個意思 一個就是講原來的《易經》 一個就是解釋《經》的 如果要分開就是我們叫《易經》和《易絕》 所以有時候你講《易》 《易經》和《易傳》可以有兩個意思 不過如果是《港義》的《易》 就包括這兩個意思的 就是《港義》 俠義才可以分成《易經》和《易傳》 還有現在劉幸本就沒有分的 有些劉幸本就沒有分的 就是《經》和《轉》放在一起的 比如開頭就是《上下經》 就是《易經》的那部分 接著轉就是所謂《十役》 就是有十篇 分別就是《選》、《帳》、《帳》、《系》、《文言》、《說掛》、《罪掛》、《雜掛》 加起來就剛剛有十篇 所以叫做十役這樣 剛才天下都講過 就是作者又說怎樣怎樣 那些通常是不可信的 就是後來的學者 特別到近現代 那通常考他就是非一人一時之作的 無論是《易經》也好 無論是《易經》也好 還有《易經》也可以約略分開它主要的內容 《易經》主要是講占卜為主的 《易經》本來就是一些占卜的一些經文 就像今天我們去肥車公廟那樣 就是求到一些簽 簽裡面的簽文 其實是類似這個簽文的 所以最早期的《易經》其實根本是一些 你可以說是一些 如我們今天的說話來講 就是以前沒有這個文章 叫做明理 甚至我們叫風水 就是那類的一些文本來的 最初是這樣 不過跟後來今天我們講的不同就是 因為它是夾雜很多東西的 就是夾雜可能名字不好聽了 你說包括了很多東西 所以有些內容就不是純粹是風水 或者明理那些 有些可能是宗教信仰 有些甚至是自學那部分 而後來《易經》就更加了 《易經》就是解釋《易經》的時候 要求比較有系統的解釋 所以到《易經》 特別是有些自學家寫《易經》的時候 就根本將它是自學化的 變成這個時候是《易經》也好 甚至《易經》也好 就是反過來《易經》、《易經》 有些人就覺得《易經》 起碼一部分就是這樣 就比較自學性 就是反而理性的 這個就是所謂《易經》和《易傳》 所以《易經》就是研究 周易經傳的那些文化學科 這個歷史很長遠 這個歷史不可能多說 但是可以簡單說 就是一般分為兩派 一派我們叫做像素之學 一派叫做《易理之學》 沒錯 是 像素之學就是馮英琦博士 今天其實是很好的 有阿彪叔說說《易理》 就是什麼字 馮博士說說《賬數》 剛才阿彪叔你聽不到 我簡單說一下馮博士 剛才說什麼 他很厲害 他本身就是學工商管理的 他現在就學習《易經》 因為他透過看那些數字 比如那個人的可能是身份證號碼 或者那個人的電話號碼 他就可以大概推算那個人的性格 然後他的上司是怎樣的性格 那你好好跟他相處 他的下屬是怎樣的性格 他好好的可以運用他所長 或者他找他的人生伴侶 都大概知道他的性格 就可以包容到對方 這個就是剛才馮英琦博士所說的事情 這個就是阿彪叔你都大概知道 那你就可以跟他倡戶一下 是的 是的 那你講你的字 你呢 很不幸運 這麼精彩的話題 都不幸運 聽流了 是的 就是那個電話號碼 可以請他隨時不通話 你請問彭博士 聽說了 因為有錄影的錄影應該沒有團 錄影我聽回彭博士學一下東西 我繼續說 剛才概述了我對於周易的了解 澄清那個說什麼都重要 因為如果不是 你講的也是這個意思 我講的也是這個意思 沒錯 就是各講各這樣 我希望集中都講我們共同的部分 剛才那兩派 當然阿彭博士說得很對 鳳博士就是像素那邊 像素那邊主要就是一些明理 或者是一些宗教信仰為主 當然不是沒有自學 或者是沒有其他社會的文化 而是那方面為主 相反的 逆轉就是比較自學性 就是自學多一些 當然它是解經 經有什麼 它都有那些東西 譬如有宗教信仰 有明理都有 但是解經很多時候 多了一些自學思想下去 變成是 相對講我可以說是自學為主的 所以剛才那兩派簡單講就是 就是自學思想下去 就是圍繞回《易經》 特別是那八十四卦 即是八十四卦 即是八十四卦 即是八百六十四卦 思學那部分 主要就是解經文的時候 就是牽涉的一些自學二里 我主要就是一些自學二里的派 好了 自學二里方面 我就提出幾點了 其他都可以打補充或者討論 第一點這個比較明顯的 譬如一點點講 我們等一下再講第二點再接下去 先講第一點 好 第一點就是辯證法 dialectics 這個用語其實本來已經沒有 也不會照自己的思想 叫辯證法 辯證法甚至是中國的傳統都沒有 要留意這個 term dialectics是沒有的 而是西方文化 西方作的用語 最重要就是克格爾 雖然古希臘 巴埃圖也有辯證法 但是那個是一個很不同的意思 那個就是普通辯論 就是建立一些自學的論道理 這個意思 這個不詳細講了 但是最正式講辯證法就是克格爾 克格爾的說法是很出名的 因為它是一種突破邏輯二分的思想 邏輯就是指一些 就是我們要想的東西的時候 就是真的肯定一件事 或者否定一件事 這一種我們叫做思想二分法 就是表示一是A一是B 這樣 這個已經成為常識了 我們有一般說想的東西 想得清楚 合理 當然一是A一是B 不可以有A有B的 這個我們有個容易做矛盾 有A有B是矛盾 比如舉例 我們現在這個講座是講譯證的 但又不是講譯證的 我們就覺得這種講法就是亂來 要是講譯證的 又不是講譯證 為什麼又講譯證 又不講譯證呢 那就亂來 所以呢 如果不亂來 講得要合理 就要遵守邏輯 這個就是傳統西方作 是很重視的 但是從黑格局開始就發覺不是這樣的 為什麼呢 因為事實上去到一些根本的問題上高 這個特地是智學的問題 比如說宇宙人生的那個最終極 或者根本上高來講 你就不可以簡單用A 不非A 比如很簡單 黑格局常舉一個例子 這個例子其實最基本的一組 它叫做三題論 三題論 什麼意思呢 就是三題論就包括正題 反題 和合題 正反題就是邏輯的二分 就是A還是非A 那麼黑格局說呢 就去到一些終極問題上高 其實就不限於A和非A 所以有一個A和非A 這個就是合題了 就是有A有非A 這些講法就很複雜 這個不詳細講 但是有一點很明顯用這種辯證方法 去講宇宙人生問題 是很明顯是合理一些 比如最簡單 比如說變化這件事 很明顯就不可以 很簡單就是講邏輯二分 為什麼 什麼叫變化呢 變化就是有一件事 它變成跟自己原初不同的 這樣才叫變化 對吧 變化如果一起來是這樣 最終還是這樣 就不叫變化這樣 所以變化如果根據黑格局解釋 其實包含正題 反題和合題 正題就是原來那個樣子 反題就是跟它不同了這樣 但是一件事跟它不同了 就不是說那件事自身變化 我們說那件事自身變化 又不是跟它同一的這樣 所以又正又反又合這樣 這個講法比較合理一些 就是後來很多學者支持 黑格爾話甚至馬克斯 這個更加出名 就是在社會政治方面 就講變政法這樣 這件事如果你是正題 永遠是正題的時候 沒有變化的 你都是這樣 反題就是 你只是反題沒有正題 也都沒有所謂變化 變化才是由正到反 或者由管到正 或者我們用哲學的用語講 比如由有到沒有 或者由沒有到有 才會變化 整個長期都是有 永遠都是沒有 不叫變化這樣 所以黑格爾這個講法 有它一些合理地方 所以用了這個辯證方法 去處理很多人生世界的問題 就開了一個西方的先河 不是一件事都要跟來修規則這樣 天樂有話說是嗎 是 我想著這樣 我想我們這麼難得找到馮博士 上來跟我們聊天 不如我想請馮博士 解答我一個問題 就是我剛才不知道 聽不聽到馮博士 聽不聽到我說的 剛才我問的 到底我們是用什麼方法 進行占卜的 就是說 因為一開始的時候 古人是用占卜的 但是後來因為太過矜貴了 私草 而且占卜的過程 就比較有繁瑣 所以後來去到唐朝 之後就變成用銅錢 漢代那些五珠錢 就用三個進行占卜 現在有些人很多都是用竹籤 就代替了私草占卜 我想馮博士介紹一下 我們占卜的方法給我們聽 請馮博士 我想補書一點好嗎 天狼我想補書一點 在國民講之前 剛才你就說用私草去補 這個叫做誓 反而後期一點 最早一點就是 補早的誓 補就是用一些龜甲 或者一些售甲 那些文章 那些文章 他們就會通過那些文章 作了一些分類 比如說在人事方面 都符合這些分類的 就怎樣怎樣 最初那個卜就是這樣的 就不是用私草 私草反而後來的事 沒錯 沒錯 就周日之前據說那些 就剛才你說的那些 前翻譯那些那些 那些用卜 後來才用私草的 雙全是用卜 對 好 請馮博士指教我們 好啦 其實呢 就這麼說 如果你說占卜 我其實比較少去做的 不是經常都要占卜的 原因是為什麼 占卜呢 你剛才說的那些道具 又要歸殼 又要銅錢 首先說 現在很多的銅錢 可能的成份都未必是這麼順的 那其實基本上來講 你找到一些工具 其實都比較複雜 和比較困難 那所以呢 如果在我自己來講 就是做占卜 剛才說占卜是 通常我會去決定一些事情 例如舉個例子去投資 做生意 或者是有些重大的決定的時候 我會去做一些的占卜 那占卜呢 因為很簡單 可能只是用一些小銀 就是可能在用的 我們現在的銀幣 或者是 如果你家裡有銅錢 銅錢我就找到一些比較高級的 其實都 都連輝學不用了 其實最重要的就是用這個誠心 因為其實呢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學過一件事呢 就是我們叫做 身心語言程序學 人的思維和能力呢 其實我們可以預知未來的 即是說我們其實可以知道自己 接下來發生什麼事 所以我相信我自己 接下來知道什麼事 通過某些工具 譬如你是去拜神的 去投籤 這樣說 你投資簽 很多人說 投資簽很準的 OK 那是不是神給你啟示呢 當然有機會是 但是 喂 神很忙 你每天都有這麼多人投資簽 我都給了一個指引給你呢 我就多說自己的意識 投資簽就是 我的內在的錢 將那個簽文去給你 之後對你有些啟發 如果你覺得準 其實是你的錢的意識準 就未必是你相信的 當然你很相信那個宗教的能力 是可以給你這種信心 這個東西很準 OK 第二個情況 如果我們信一些叫做教的 教那些時候有些叫做 我不知道有沒有聽過一件事 叫做祈禱可以治病啊 祈禱可以做些什麼 那這種都是 宇宙能量 就是集合宇宙的東西 那當然可以是宗教 可以給大家這個能量 但是可以 需要去 如果我們科學研究 不是宗教 可能宇宙能量 我們都可以集合可以治病 那其實這些東西呢 最重要的問題是你的信心 就是你的信心 就是你的信念有多強 所以剛才說的 那些工具呢 因為古代 我們以為最大的分別 古代有很多他們很容易拿到的一些東西 我們很難找到的 所以在我自己來說呢 我占卜從來呢 都很少找到一些古代的工具 我可以知道這個事情的未來 如果呢 我就已經可以有通過某些工具 就算不是一個原理 另外一樣東西呢 剛才說回來呢 如果我們是跟別人說 喂 你的電話號碼 在你的數字 在你的數字 在我們的電話 如果我們香港的電話 不是8個數字 我在澳門 這個數字 你用這個這樣 那人家就跟我說 好啊 用這個 就是你會發覺到呢 那個電話號碼 就是很多時候 或者不知道的情況之下 你和你的緣分有緣分 所以呢 他就給了你了 那當你和那個電話的數字 有緣分的話呢 有個情況出現呢 就說 可能那個數字就顯示到 你的運氣 你的運程 或者你的性格 或者各方面呢 在那個電話數字 就可以顯示 就是說 基本上呢 我去計算這個電話號碼 是不需要占卜的 都要用儀式的 只要用那些數字 算出來 就是64卦裡面呢 我可以找到有4個卦象 4個卦象 就是說64卦 就是4個卦呢 就顯示到你的性格 你的能力 你的運氣 就是 剛剛我不是說過呢 因為我之前跟老師學 是 很新榮的 因為他是液擊液學的專家 不過呢 他又是讀這個西方管理 就是他是這個管理學不要的 就是把這兩樣的融合在一起 就自創了剛剛那一套呢 就用數字計算 就是 掛帳的方式 那我根據學完了之後呢 我就已經用了十幾年 我就一直認識朋友 我會計算他的電話號碼 我有人找我合作 所以我要有一些不同的人 要管理我去計算 我發覺到呢 這個準確率很高 因為用了64個的信息來講呢 原來對 在人的 這個數字就可以改變到自己了 原來很神奇的 不是單止我的 我自己有很多學生啊 有很多朋友啊 很突然 改了電話號碼之後呢 連他自己的性格都改變了 性格本來是不可以變的 但是他通過了一個的電話 一個人 有些朋友很不開心的 轉了那個電話號碼 突然變了很開心很開心 很開心 一個悲觀思想的人 變成樂觀思想的人 原來很奇怪 就是一個數字的能量 去影響自己 但是當然一件事 看你信不信 因為你相信的 我相信那個能力會比較大 相信的人就有很多 就是很多人說 有沒有那麼神奇啊 OK 那其實你發覺到 有沒有那麼神奇呢 其實很簡單 看一下你自己 就是我經常講的 什麼叫迷信呢 迷信有兩個版本 一個是什麼 第二 相信 講什麼 那當然是迷信 考究 你自己就說是 第二種呢 叫做迷而不信 迷而不信是什麼呢 你說什麼都不信的 你說不是 迷他自己 什麼都不記憶 就是他 正確的 在我自己來講 我就不會是迷而不信 也都不會是迷而相信 我就喜歡研究 就是好像你兩位 就是這樣說完 講完那個話之後 我去不斷去研究 去舉例 去統計 究竟的結果 有多少 所以剛才我老師 是用周易的內容去計 我們不是那些風水術 就不會計你出生日期的 我就從來都不計出生日期的 從來都不計 只是計電話號碼 因為電話號碼 你發現很容易給到人 是不是 鴻博士要上Go 劉博士要上Go WhatsApp就在這段時間要拿到 但是這個問題 我問你出生年月的日子 你發覺很奇怪 喂 我問你出生年月的日子 你怎麼知道我是不是落江頭啊 那就是很簡單的 寫難的方法呢 就只是用電話號碼來去 改變 發覺到我身份就沒得變 我出生年月就沒得變 但是改變自己的運氣 改變自己的氣場就沒辦法 好 解答了你的問題 我補充兩句 因為剛才馮博士 其實他大概 我都明白他說什麼 就是他用電話 他那八個數字 他就可以就算不占卜 他透過數字的運算 其實他也是可以占卜到我們的性格 譬如他有我和你 我們兩個人的電話號碼 雖然他沒有我們的出生日期 因為出生日期不是所有人都願意給的 因為怕別人會落江頭 或者拿去做一些不利於自己的事 電話號碼就容易拿到 然後他自己本人 也不會亂地占卜的 馮博士這個態度很正確 因為孫子是說的 善為益者不占 其實有智慧的人 大事才會占卜 就不會每天都說是什麼事 占卜 而占卜據我所知 有三個原則 一個就是不誠不占 剛才馮博士的態度就是 如果我們不相信那件事 我們本來玩玩玩一下 最好就是不要占卜 你沒有誠心鬼神也不會避陰你的 第二就是不疑不占 懷疑那個疑 如果我們不懷疑一件事 譬如我們這樣猜到 那件事很輕易可以做得到的事情 用理性可以解決的事情 就不要去占卜 第三就是不疑不占 譬如我想謀卑叔那副身家 我想占卜鬼神 卑叔有多少錢身家 他的錢放在哪個夾蠻 然後我就想偷掉他 這就是不義之舉 那就不要占卜了 這就是我對占卜粗錢的認識 我們也會介紹一些術語給大家聽 借著一些時間 兩三分鐘 因為掛裡面有搖 牙的意思就是交通 那個膠 那就是因陰陽相交 就是生變化 而每一掛有六條牙 陰牙和羊牙 羊牙就是不斷開的 那條線 沒有虛線的 一橫過 陰牙就是斷開的 而這個易經的設計很巧妙 他們有一個原則就是非覆即變 蝠 就是顛覆的那個蝠 就是那個掛像 如果你倒轉 它 它又會變成另外一個新的掛 就是將它上下顛倒 那個牙 另一種就叫做變 變掛 就是怎樣呢 譬如我們知道 牙掛全部都是羊牙來的 那如果將羊牙改變 它變成陰牙 它就會變成均掛了 那這個呢 它就是用非覆即變的原則 而設計這個掛像的 那這是我的小小補充 好了 交給阿彪叔 你繼續講你的義理 我想聽阿彪博士你說幾句 你看看你的憂 我聽到現在 聽到現在 很清楚 我現在沒有示範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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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普通一點 剛才阿天樂說的那個 剛剛有朋友都回答 聽得很清楚 聽阿彪博士那裡 普通一點 剛才阿天樂說的那個 你說那裡 其實看到 就是周易最後勢 集在中國 華人社會應該很大 剛才你用的Terms 有些已經是用了周易的Terms 譬如變卦 是吧 我們都忍心了 變卦不只是講周易 我們說這件事有變卦 那這個就離於周易 甚至我們說 這麼八卦 我們有時候說一些說話 八卦因為涵蓋天地 什麼都包括 一個人都說 什麼都要知道 就八卦 那我就看到周易 對我們中國文化的影響很大 你給我補充一點 就是阿彪博士剛才說 他用數那個 我就普通一點 就是我所知周易 就是這本書的特點 我希望長話短說 不好意思 有時候講是長氣一點 盡量長話短說 其實最初 就是剛才我講過 就是覆蓋的 最後是小的 其實還有一個分別的 這個覆蓋和小的分別 就是帳和數的分別 就是對應著的 比如覆蓋就是主要看一些 龜甲的那些禮物 就是看一些形象的東西 其實古人呢 其實那時候講周易那些 其實最初是一些 你可以說古代很初步的一些科學 所以剛才阿彪博士說 有根據的 有時候有些講千複的東西 其實早期是這樣的 不同的 今天有時候可能那些 那些明理風水都可能連續 就是沒有什麼特別的根據 但是古代周易是有的 所以 有些人將周易看完科學的註術都可以 就是早期的那些 就是對自然的看法 那樣 還有一定的推理 它不是隨意講的 比如那些推理就是 比較多是類比 那樣東西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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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人不知道的東西 有些相似怎麼 都是這樣 那這些類比推理 所以呢 其實周易可以看成是 就是早期的那些科學 所以剛才阿彪博士說 就是有些有根據 就是特別在周易來講 這些比較早期的一本 就是我們一般叫做占卜的書 那個根據比較多 因為古代人 怎麼看這個世界 就是特別看到一些現象 那些是怎麼樣的時候 那些現象呢 就去做一些類比推理 人事就是這樣 就要怎麼樣這樣 所以這裡有一個關係 後來呢 就是我們發展到數 所以像數呢 就是我們今天合稱 就是在古代分開的 像就是看一些現象為主 看一些具體的東西 數呢就是在推論那方面 所以剛才阿彪博士說 一個number去做一些推論這樣 那這個其實是後來 就是周易呢 就是著重比如說 864個這樣 那些數那方面呢 就是因為像推論的 就是本來很簡單的一些自然現象 比如地水波峰等等 那些地水波峰 就是人事社會做推論 那慢慢就在推論那裡 推論就是用一些掩掛 就是數那方面 這個我少要補充 或者阿彪博士 有沒有什麼事情可以繼續說 或者繼續補充這樣 好 聽到剛才兩位講過了 基本上來講呢 剛才講的一件事就是 周易這件事其實是一個十分之科學 為什麼會是這樣講的呢 譬如大家現在用手提電話上網 用電腦 其實有沒有人想過電腦是怎麼發明的呢 電腦有些人就說 最早原始是什麼時候發明的呢 應該是德國的科學家 他研究關於這個數理的研究之後 慢慢研成了電腦 有互聯網這件事慢慢推陳出身 但是有沒有人想過 為什麼當時會有人會研究這個數理這件事 然後研究了電腦呢 原來是當年呢 是有一個非常之出名的一個數學專家 問了一個神父者有一本書去看 就叫做周易 周易裡面呢 剛才剛剛講過就是有陰陽熬的 那陽熬呢 剛才阿馮丁佑博士講過就是一條長的 OK 陰熬呢就是短的 而這個數學專家呢 就將這個陰陽熬 陽熬呢就變成了一 就是數字是一 陰熬呢變成零 那就是說呢 就變成了很簡單 在這個電腦的程式裡面呢 全部都是一同零的我們叫做二進制數字 二進制數字就是binding number呢 其實就由當時是因為啟發了它就是周易這本的書 然後啟發了一同零的關係之後呢 再創造了電腦出來的 所以如果你說 喂 如果我們這個電腦是科學文明呢 那其實你會發現 原來它的來源是來自周易的 周易是它的媽媽來的 就是沒有媽媽 你是生不了這個兒子的 那就是說基本上來說 周易就是我們現在電腦科學 這麼發達的其實原始的始祖來的 所以你會發現到 這個周易有科學 還有一件事情 有沒有留意呢 其實很簡單 有這些國家 其實很簡單 有沒有留意一些國旗呢 國旗呢 一個國家是用這個八卦 擺在國旗那裡 那個叫韓國 是不是韓國 是不是其實有四個卦呢 其實四個卦呢 就是天地日月的四個卦 就是四個卦呢 其實很簡單 這四個卦呢 其實原來是和這個韓國國運的關係 它用了這支旗之後呢 開始你會發現到 是一直一直它的國運啊 各方面呢 都提升的 提升的原因 因為他們用了這個六十四卦 這個八卦裡面其中的四卦呢 在這個國旗裡面呢 原來它的國家 其實原來韓國人才最相信周易 因為你發覺到全世界都不會 將這個八卦擺在旗上面 就是這個韓國 所以你發覺到為什麼 這個由這個韓國四小龍 就是以前是新興國家 原來你發覺到科技啊 是不是 就是電話的chips啊 零件啊 或者甚至乎演藝界 就是唱歌 以前是聽日本的 現在是聽韓國的 K-pop 電視劇 電視劇 你想一下以前呢 我們看《牧村特摧》的年代 日劇很流行 現在沒有人看日劇的了 基本上每個人都在韓國 原來這個周易呢 可以影響到整個國家 它把這個掛著 放在國旗那裡 影響到它的發展非常厲害 所以你發覺到呢 信則有不信則無 其實最重要是很簡單的 這個周易呢 在我自己的時候 是屬於科學 為什麼呢 因為它很科學化的 影響到我們日常的生活 但是最重要的問題呢 就是如果用以前古代的想法呢 就未必研究到的 所以現在我再 剛才說了 重申我的老師呢 就把它變成了數字 就是說八個掛象 就是天地 風水山 風水山地 這些八掛 那這八個掛象 變成了八個數字 來去看的話呢 原來我們在日常生活 接觸數字的機會呢 是更加高 所以剛才不是說 在這個數字裡面呢 可以顯現到我們的運氣如何 也都可以改變 因為電話號碼 我不喜歡那個可以改的 就是你可以改變自己的運氣 所以我就比較 這個是挺有趣的 所以我最近都是研究 主要是研究在這方面為主的 就是這樣 是是 剛才凡博士講的 那位外國的學者 叫我所謂的 來布林茲 來布林茲 至於說 講那個一靈那個 其實解讀有幾種的 其中兩種比較流行 就是 一就是外國人的解讀 但是 中國人的解讀 就是有幾種 但是有兩種比較流行的 第一就是 基數和偶數 一發 就是沒有斷的就是基數 單一 斷了的就是二 不是偶數 那這個第一個解讀 有幾多人的解讀 第一個解讀就是 郭奈藥先生的解讀 就是大陸的學者 郭奈藥 那他就說 一發那個叫羊咬 那個就象徵羊具 男性的生肢器官 那個陰謀就是 雲陰 就是好像陰道那樣 女性的生肢器官 那兩個說法呢 都很多人說的 今天很多人說 但是沒有什麼所謂 就是對我來說呢 我又覺得 可以用辯證法去解讀 這個就是第三種 就是 就是無論你說 基偶 基數、偶數 或者你針藥 也都是有辯證關係 那樣 所以我不介意 我繼續講回辯證法那裡 就是我就任何正題 就是我 很人長氣 就是剛剛講了 就是黑格爾那些 那我講回周易的那個辯證法本身 就是辯證法其實是很 就是很雲大的 就是一套 就是哲學思想 它可以解釋很多 宇宙人生 或者社會政治問題 為什麼就是 譬如黑格爾之後 譬如馬斯那些 就是受到學界的重視 都在講的是 學者身份的馬斯 就不是 後來有些人將它 只是限在一些 就是統治的意識形態那裡 這個不多說了 好了 那就如果落在一個辯證法 的形容 解釋回宇宙人生呢 其實周易呢 有幾點比較重要 我講其中一兩點怎麼辦 時間問題 第一點就是 物極必反和居宗的思想 這個很多人講周易都會講到的 好了 為什麼呢 就是要講物極必反和居宗思想呢 就是因為正反合 就是如果用黑格爾三題論 去解釋什麼叫辯證法 就是周易呢 就是他只能看到的 萬事萬物 就是比如剛才都講過 有陰有陽那些這樣 就是陽咬陰咬這些 其實是類似正反的 好了 由正反而是再牽伸出其他羽宗萬物 這個其實在周易 就是疫經那裡都能反映到的 是不是 就是其中一種 就是有些版本不是的 但是今天流行版本就是 將填掛、陰掛放在最頭上的 為什麼呢 填掛是天嘛 崑掛是地嘛 也都可以表示陰盆 是不是 就好像等於一座宇宙本體那樣 類似如果基督教叫上帝 或者其他宗教可能叫做其他的神 他們就是宇宙萬物的根源 但是一正一反的 不是就好像基督教是一個上帝那樣 但是我們強調講陰陽 所以就變成一個講法就是太直 就是陰陽跟著宇宙萬物 就是這樣去添生出來的 好了 這個就不單止是陰陽異掛這樣 其他很多掛都是相反相成的 比如我舉例子 譬如太掛和否掛 我們今天的成績叫做否極太來 這個就是對立 就是這樣 這個應該是被掛 不是否是被 意思是一樣 被極太來 那個不是和否的 或者剝掛和服掛 一個就是選委 一個就是兜服 這樣 就是選掛和抑掛 就是缺少了 增加多了 這樣 之類 還有最後兩掛都是 最後兩掛就是 很有一個 就是宇宙論 正常的色彩 就是 最後兩掛就是 記制掛 未制掛 記制就是完成了 整個羽狀萬物都生起了 這樣 但是不會停止 所以譬如說 就身身不適 天行見 君子以自行不適 這樣 就講過這個羽狀萬物 就是又有一些完成的 但是又不斷變化的 這樣 所以這個沒有矛盾的 就是又完成 但是又未完成 這樣 這樣 不斷又變化這樣 OK 那這個就是 州譯本身的變政法 舉一些例子 很清楚了 但是為什麼要講 物極必反呢 這樣 因為呢 既然 我們講的宇宙文物 應該有正 有反有合 三種元素 你偏偏一面 都是有偏火 是不好的 如果州譯 如果占卜的時候 就是空的 就是偏在一面 就是空的 兩面兼顧 這個是刺的 這樣 所以如果要留意 這種所謂物極必反 當然它一方面 就是一般變政法的意思 但是另一方面 就是不要去極端意思 因為去極端 就會合相反 好東西變壞這樣 當然要改變不好的東西 就是 就是把它反過來這樣 這樣呢 這個物極必反 變成了 後來慢慢衍生 也有一個居宗意識 如果極端 就是我們中銅之道 這個後來孔子江 中銅之道 很可能是受到影響的 那我們嘗試玩一下州譯去講 孔子江後來的發揮 我們不多說了 講一下州譯 就是那種物極必反和居宗 最好的一個例子 就是用填掛那陸孔去講 我想很多朋友都聽過 如果用剛才的講法 引起那個填掛 剛才講那個物極必反 居宗的意思 就很容易了解 比如填掛那陸孔 就是初九 就是前陸運動 這個可以看成是沒有的 就是沒有應用沒有成這樣 只有潛在的狀態 九二龍出 這個見龍在田 利宴大人 見就是古代的宴字 這個就提升一步了 所以這個象徵在社會人士方面 主要就是做官 就是有官位 或者有權力的人 開始有了 這個就是初二 這個就是九二 九和六 九是羊 六是陰咬的叫法 所以全部都是九 九三就是君子忠日健健 極虐無咎 這個就是再進一步 就是一個君子很勤力去做 接著九四就是滑虐罪冤無咎 九五就是飛龍在田 利宴大人 最後就是抗龍有悔 抗龍有悔 你看到一步步上升 上升到九五 我們說九五之尊最高位 就是我們今天說九五是最高的 留意 意思是做了皇帝那些 利宴大人 最能夠發揮你的君子 或者你的才能 操守那些 但是再進一步呢 就抗龍有悔了 這個是密切必犯 譬如你已經做了一個君主了 你還要貪一些 就是不應該再貪的事情 譬如繼續去 譬如說做很多盧民傷財 啊 好大喜功的事情 這樣就抗龍有悔了 所以去到最盡呢 就是反應不好的 所以密切必犯呢 就是相應的一個說法就是居足 不要過分 不要極端這樣 好了 這個剛才那裡說 就是天樂捲提到那些 變卦補充俗語那些呢 其實影響不單止我們用語 影響很多其他地方 就是周易的說法 比如剛才說那個拳掛那裡 就是那個六條牛 就是那些名字 那如果有看金龍小說的朋友 因為我們剛剛講完金龍了多久 那之後 黃十八獎 就是用這些名字 就是抗龍有悔一招 就用到最後那個名字 跟著一路路用回那些 就是建龍在田 什麼神龍擺尾 用回那些 在周易的影響很厲害 還有剛才說居足的思想 其實在人生那裡 都是一個很好的應用 我們做事不要走去直斷 本來好的東西走去直斷 就變了壞 這就是所謂物質必反 和居足的意思 OK 那我暫時講到這裡 好 那我講兩句而已 接著彪叔說錢掛 那也是說天行見 君子以自強不適 我們要了解自強不適 是已經很重要的思想 萬物生生不適 那有些朋友 就望文生意跟我聊天 就說 我知道君子自強不適 我每天都嘭嘭的 我每天都跑步 我很自強 其實自強不適 就不是說不停努力做運動 或者不停努力看書 或者賺錢 這不是他原本的意思 自強不適 就是指我們努力盡德收業 就是提升我們的道德修養 以及提高我們的智慧 那叫做自強不適 因為已經有象徵性意義 所以錢又可以代表天 又可以引申到代表父 就是我們的父 又可以代表君主 就是可以引申到我們的上級 或者我們的有權勢者 又可以一直這樣 甚至是代表我們的身體 那部分就是我們的頭 就是手 而易經更有趣的地方是什麼 就是我們有六十四個成語 都是出自易經的 譬如夫妻反目 不束之客 自強不適 厚德在物 匹極泰來 三揚開泰 原來不讀都不知道 一讀客一跳 全部都是在易經那裡 而且 有些正面的 在易經裡面的成語 在今時今日就變成反義 譬如說這個群龍無首 其實現在我們今時今日 理解的群龍無首 就是沒有了領袖人物 一班人都不知道怎麼辦 但是其實在易經的意思是群龍無首是可以的 他寫著是 真是好的笑頭 因為原本群龍無首的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說一群龍 一群龍 他沒有了首領 而是沒有了頭面 就是我們今時今日的話來講 神龍見首不見尾 其實真的很厲害 變化無蹤 這就是我們在易經的一些粗淺的認知 也要補充一句 就是我們去看易經的 我們是要從底數上去的 那些咬 所以我們剛才彪叔說 初 初就是一的意思 不過我們不會讀一 我們讀初 那這個也是個術語的問題 最頂我們那時候讀上 就是第六那一咬 所以這個也是我簡單簡單講一講 那我交回給馮博士繼續分享 你們有易經的心得 因為剛才剛剛講的 有很多的掛 其實基本上來講 都影響了我們很深遠的 譬如有一個掛 就叫做臂掛 有沒有聽過臂掛 臂 臂原來那個字 我們很少用這個臂字 其實不是的 臂是在說靚到臂 靚到臂 就是那個臂掛 原來是貪靚的意思 就是說如果你說臂掛 靚到臂 那臂掛 其實原來臂掛 不是麻臂的臂 靚到臂是這個臂 OK 那還有在六四掛裡面 有一個叫做鹹掛 鹹掛 OK 經常說這個人鹹鹹濕濕 原來有些人就說鹹濕 這個我們的中文詞語 是來自英文的 英文就叫做 Hem Shop Hem Shop 就是那些雞豆 OK 但其實原來我們再研究一下 不一定的鹹濕是來自英文的 因為鹹掛的意思 其實跟鹹濕都有一些關係的 就是鹹就是什麼 就是很感性的 是吧 還有講的是少男少女 就是如果兩個掛像 一個少男一個少女 就是說少男少女共處一室 一室就必有一室 就是說男女一起就會搞事 那基本上鹹掛就是代表鹹濕 其實可能這個鹹濕這個鹹字 都是來自六十四卦的 是不是 OK 所以剛才還有一個 有一個叫做天生鈍 鈍呢 鈍那個字 就是團字做餐廳 是不是 其實鈍呢 就是忍退的意思 就是說 跟我們什麼非天鈍地的鈍字 其實也都很有相連 所以你發覺到 我們現在講的是現代的文化 其實很簡單 廣東話 就是我們現在講的廣東話 是不是 因為文化呢 應該是會比用普通話長久很多的 原因為什麼呢 六十四卦呢 其實是用這個廣東話 原來我們廣東人呢 是保存了很多 剛才講的那些字呢 是現在還在用這些詞回比較多 更加比較就是用普通話多的 因為剛才講的什麼漂亮到鼻子 那些普通話不會這麼說的 你跟那個外山人說色色 你知道什麼叫色色嗎 完全不知道什麼叫色色 還有一個掛呢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知道 就是陷圍水 陷圍水 陷圍水是不是叫陷圍 陷正 陷正的陷 其實呢 如果你現在罵人家 什麼家產呢 什麼家產呢 其實是衰到貼地的 這個六十四卦這個掛字陷圍水呢 就是要跌落水 還要是沒有人教授 還會被人家害 被人踩多兩腳 陷圍水的陷 那就是跟我們現在罵人那個 什麼家產呢 是簡直是很有關係的 所以回到我們的文化呢 其實我們廣東人呢 很厲害的 將這些古代的六十四卦文化 帶落在我們現在的現代的生活裡面 其實基本上一直都是在用著 就是你剛才說的 那個叫做皮極太來 皮極太來就是皮掛 反轉就變了太掛 就是皮圓就會太來 就是你基本上來說 是不用怕的 還有剛才劉博士說 就是說 剛才說我們那個搖 去到譬如那個錢掛 是不是由初九 接著九二、九三、九四、九五 到這個上九 上九就是上面最高的那支牙 其實有些人就說 為什麼皇帝叫做九五之尊呢 皇帝不是最大惡的嗎 是不是呢 其實你發覺到 原來皇帝是不可以用這個上九的 因為為什麼 上九是什麼 是神來的 是神來的 或者是祖宗來的 基本上來說 就是說你的皇帝就算多惡 你上面都有神有祖宗的 你不可以去到最盡的 還有你發覺到運氣 就是由這個 就是我們講的經濟 就好像車輪那樣的 車輪的意思就是說 它是不斷地運行那個車輪 那當你初的時候 初就是說 剛剛起步呢 其實就是在車輪的最後面 最下面一路一路的提升的 去到如果去到最盡呢 其實就是說是回落的意思 所以你發覺到 就是如果去到九上九 就是說你最高的那個卦象 就有機會跌下來 因為你沒 但是如果你在九五 永遠都沒有去到最高 沒有去到最高之後 還有機會提升 所以我們很多時候 你發覺到 周易就講到我們一句話 就是 凡事不可以去到最盡 去到最盡呢 就不是一個最好的卦 就是比如六十四卦 第六十四卦就是微濟 微濟的意思就是搞不定 那你發覺到搞不定的意思 就是去到最盡 機會是搞不定的 所以做事呢 不可以去到最盡 就是吃東西呢 就不可以吃十分飽的 你吃七分飽就OK了 吃到最盡呢會吐的 因為你吐出來 一定是受不了 所以你發覺到周易呢 就跟我們講一件事就是 做任何事情呢 不可以去到最盡的 就是洗人不可以洗到最盡 找人笨都不可以找到最盡 做什麼都不可以最盡 原因為什麼呢 你去到最盡呢 就是其實是一個不好的開始 就是不好的事情會開始 所以我們做任何事情都有一些保留 保留呢 在中國文化裡面是非常之重要的 就是我們要保留一些空隙 一些空間給自己或者給別人 那我們對大家會有好處 就是不要去到最盡了 這個就很簡單 所以如果你打麻將 不要贏到最盡 有時候打麻將就要放下水 不然你贏到最盡 沒有人再跟你講了 是不是 已經是 已經去到 天下無敵 誰跟你再打麻將呢 沒有人再打 所以基本上來說 這個就是告訴你 這個就是不要去到最盡 這個都是周易的文化裡面 去顯示出來的 所以我覺得都 其實你研究 其實我都是一個 周易的愛好者 就是我不斷去研究 因為為什麼呢 裡面很多東西你可以體會 還有會了解 首先剛才說六十四卦 每個卦 有一件事去告訴你 其實每個六十四卦裡面有六個牙 六個牙裡面都有一些東西顯示 所以你研究完那個六個牙 是講些什麼呢 其實對我們人生的道理 各方面都很有幫助 所以做人你要學會怎麼去做人呢 其實學周易是很有幫助的 加回給你們 誰想說 是的 蓬國氏那個補充 就是有 一方面都是給我呼應 就是你說 不要去到這麼盡 打麻將也要鬆一張 比如這些 剛才說物極必反居足的意思 剛才天樂都有這個意思 就是他講一個講法 比如群弄無首 那個無首意思不是不好 是好的 首尾是極端的 就是不要有首尾了 所以群弄無首 就是反而是好的 這個又是一個居足的意思 其實再補充一點 那些咬也是的 中間的咬是最好的 通常 是吉 或者剛才說田掛也是 田掛最居中的 比如九二是利厭大人 九五都是利厭大人 是好的 就是比較好 至少未必最好 但是比較好 但是它兩邊那些是容易走極端的 這樣 剛才說居中的意思 好了 或者我今天講一些 我以往在講之後 從來不講的話 講占卜 我試試講占卜 占卜 占卜又不是我 我懂得占卜 我也是這次有一個講題 我去上網找資料 因為我占卜是完全不懂的 但是我上網找資料 就找了這麼多年 就是做學問這樣 居然找到一些 在網上占卜的一些網頁 比如剛才我跟博士提到 怎麼占卜呢 比如用龜鶴那些 可能很麻煩 所以都不用了 用電話簡便一些 我看到它知道 真的用龜鶴去弄 或者用銅錢去弄的 我說弄一個網頁出來 就是分享 這個網頁 大家可以有個連結之後 自己上去玩一下占卜 因為有很多網上占卜 甚至用周易 甚至用14卦的 我想分享一個 其中一個 如果你想看其他一些 可以在Google那裡打 比如網上占卜 或者網上14卦 這些很多資料 我為什麼要展示這個 第一就是怎麼卜法呢 其中一種就是 那個龜鶴裡面的金錢 搖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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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搖 就是那些其中一個方式 第二它更加好 就是有了一些解的 解釋的 除了易的經 易的傳之外 還有一些人的解釋 就是這樣 介不介意 就是我上網上 我想幾分鐘都可以 就是我簡單分享一下 可以看一下大概那個占卜的過程 就是我覺得大概知道 就是有很多方法 但是現在總是這樣 是吧 就是自己的挺有趣 你試一下占卜 是 那我現在share那個 出來先看看一會 有很多的 剛才我講過 你去Google那裡打這些 就是網上占卜 或者周易六十四卦 經常都找到的 比如大家看看這裡 就是說這個很簡單 所以其中一個挺好的網 但是現在自己找 比如有出生時間 剛才蓬國說話都不說 但是有些就說了 甚至是時辰八字的 那些 比如我隨便 就是 那些年份也有它 比如姓別男有它 知道什麼事情 那你就打到愛情 什麼樣 那你打下去 比如我這裡打愛情 隨便 這是愛情 OK 好了 那起卦的方式 就是剛才說 有很多不同的占卜方式 那這裡就用一個手動搖掛 就是在龜殼裡面搖下那個 這個要搖六次 因為要搖六次 搖六次 我見很多都是搖六次 或者是用電腦抽籤 都是六次 比如第一次 好了 那它搖電腦去溫 溫緊 這麼久 之前很快 好像要禁止 好像自己禁止 比如第二次 停止第三次 快點 那快點 比如第四次 第五次 因為它綠牠就搖六次 知道六條牠是哪一篇綠牠 好了 馬上看結果了 就是有結果 按一下 好了 出了結果 出了結果 這個看到就是 在六十四卦裡面 就是第五到六卦 它就列了那些牠詞 等等 還有一些學者的解釋 比如有些古代 比如邵翁那些 邵翁那些 邵翁很出名的 就是不夠像素 還有現代 比如顧沛榮山那些 另外呢 就是有了一些 其他參考的 這樣 所以你就可以 這個網頁 除了說 就是占卜之外 還可以看一下 就是周易易經 怎麼說 就是易詞怎麼說 或者一些 就是比較知名的學者怎麼說 那我覺得這個挺有趣的 其他也有很多有趣的事情 我想回到這裡 就是這裡給大家知道 其他的你可以 自己試試去找 這樣 是 其實這個方法挺好的 因為為什麼呢 占卜不用真的用龜殼 這些東西 剛才說你的心態很重要 你信不信 你不信去占 其實通常都不靈 你信呢 就有機會靈 這個就是 我們占卜過的人會知道 這件事情 是 剛才有一位朋友 又問 就說準不準這樣 那就是 那就是 阿馮博士就補充 就是要心情 真的要成 是的 其實這個方法也有介紹的 就是那個占卜衰之 譬如我現在開了這個項目 現在都是在分享 大家看到 是吧 他有剛才天樂說過的那些 他有說的 譬如不乘不煎 是啊 不義不煎 那之類 譬如你煎那件事 是違反正義的 就不要煎 那些說準不準呢 剛才一位朋友 是用check他打準不準呢 那剛才阿馮博士說過 就是兩種不同的態度 又是 就是迷而不信 或者就是 忘記用了 迷而信 迷而相信 迷而相信 是的 其實類似的 我覺得就有兩種的態度 一種就是 比較宗教盡量的方面 那一個就是 我覺得是尊重的 因為 這些東西當然你說的對 你說的正的 始終不是一般嚴格的科學 但是你說他 就隨意講 不是 起碼早期 周極的確是觀一些現象 然後阻止一些人士的推理這樣 所以我覺得 反而是你信不信的問題 就是 如果你是信這些的 那就接受了 你都不可以說是錯的 但是不信的 有另一種方法 就是盡量去 用一些集體逆轉的 那些 告你那些解釋 這個 反而可能更重要 說那個 信不信 準不準的問題 我想剛才問的朋友 還有一個意思就是 網上 會不會這麼準呢 但是覺得 準不準的 真是可能看人 看情況 是不是 譬如有些很出行 有些人看過 說很不準的 其實你說這件事 準不準呢 就是真的看自己的心態的問題 網上 就是用這些占卜 我也試過的 其實這個問題是 當你的人是誠心 你用通過任何工具都會準的 但是如果你說 喂我用來玩而已 我看你行不行 我看你出些什麼 就是你的想法 我看你出些什麼結果 通常我覺得這些心態 通常都不是太準的 所以你發覺到 你問準不準呢 就是說其實你不信 不信就不要試 是吧 試來都沒有用 因為為什麼 我看一下你說些什麼 就是很多人說 我知道你想講些什麼 但是不是真的相信的 其實它準程度都應該是比較低的 所以這個就是我的見解 因為不信就不要做 信了它就去做這件事 還有你研究一下這個州譽是什麼 如果你什麼都不知道 就這樣去按一下按一下那些按鍵 其實都是不會太相信的 是不是 就是你研究了 你對那個州譽這件事 是真的信任程度高的 你覺得這件事 真的有機會是說出來才去做 這樣就好 剛剛 就是剛才那位朋友 他就叫我看之前去查那些 那些 比如他提到 就是 尖域 有所謂煤番疫 火樹林 銀黃掛等等 這樣 因為我是愛行的 就是純粹占卜那些 那熊博還不知道 這些是否有認識 這些呢 我可以說 就是要學習比較困難的 我不是全部認識的 我有部分我認識的 其實有一些呢 就真的是 因為很古老的那些 就不是每個人認識 其實最重要 再說一次 你用不同的占卜方法呢 其實都是想知道事情的結果 我自己呢 就要用我自己常用 還有比較容易去做的方法 就是你說要學完 我想要一段時間去學了 還有不是那麼容易 學得懂的 OK 其實這個問題 你相信自己有宇宙能量 你相信自己有 預知未來的能力 我相信已經可以做占卜 所以你剛才說 你用銅錢 或者就算你剛才那個很簡單上網去 就是按鍵那個呢 已經是可以顯示到的 就是我覺得 不需要學完所有的 就是關於這些占卜的方法 OK 因為為什麼你不是 你不是打算去做大師 除非你打算去 去拿來教學啊 賺錢也不同 OK 不然我覺得 是不必要去研究的 那麼各位 那麼多位博士 介不介意我 分享一點點的經驗 那我就話說 我就信了耶穌都三十幾年了 那就是在我未信耶穌之前 我應該是十八歲左右 那麼我那時候已經是 自己去自己看這個煤花液數了 那麼也都是去到最後呢 那麼玩了一、兩年之後 那就真的自己去占卜的時候 占卜是不是好像說用銅錢那些的 只是看一些景象去起掛 跟著去預計將會怎麼樣的 那麼當時我就曾經 到最後我真的棄了一枝掛的時候呢 那麼真的 我跟妹妹說 我等一下會有兩個女性來找我 那麼真的 當時我還在家裏面寫著書法的 就是寫著念詞這樣 那麼跟著真的有兩個 這兩個就是我現在的結拜大佬的太太來的 那麼她兩個來叫我打麻將 那麼跟著呢 嚇到我就以後不敢玩 那時候也是十幾歲而已 那麼因為 你說跟老師或者跟師傅去學到呢 我都覺得OK的 那麼我當時是看這個煤花液數呢 應該是 那麼我已經忘記了三十幾年了已經 那麼就聽你們這樣說呢 其實我是看過《易經》本身 還有加上這個《易經》本身 還有加上這個《易經》的 就是兩本 我是看過兩本 那麼所以 在我看這個中國的《易經》上幾樣東西呢 是他們是很難明白的 這個是事實 那麼 那麼 還有難學 容易忙 還是 總之你一不碰就很快就忘記了 這樣 而我不是你們那些 在這個文學上面去看 而我真的實際在這個《易數》上面去玩那一輪的 那麼後期到我信了耶穌之後呢 因為我那時候除了玩《易數》還有玩《看相》的 那麼《看相》呢 其實都是不外乎是 所謂《五行八卦》呢 是走不掉這個範疇的 那麼 《梅花易數》如是 《看相》呢 也都是《五行》 也都是走不掉 《八卦》也走不掉 所以 在《易經》來說呢 除了我所認識 那麼我也都看過一些醫學的書 他們也有很多《易經》的滲進去 那麼是中國的儒家思想 一路下來滲襲了我們中國的文人等等各樣 而我都 因為那次嚇怕了我以後不敢玩 所以就是我的經歷 分享到這裡 不敢再分享多些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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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說 跟老師剛才 馮國表提過 開班的那些 提到大師那些 我知道 香港 說了個名字 比如蘇文峰 榜上 就是他教人去做這些風水命理的那些 是不是周易我反而不要留意 那你收多少錢呢 他是收幾十萬幾堂 幾十萬 然後教幾堂 如果個人去收貨呢 就是八幾萬 八幾萬 我個人就說幾堂 所以很誇張 但是如果你是信 就覺得很值 八幾萬給了之後 說很多東西 但是你不信 或者就像是中校信仰 那就是覺得 八幾萬 你不如自己外那八幾萬做一些 你覺得有意的東西 或者賺到錢的東西 可能更好 那有人有錢的 都是靠把口說 賺錢 最重要 蘇文峰這些 就是做了這麼久的歷史的宣傳 是不是 上電視的 其實都是建立一種名譽 然後讓你們去找他 那基本上有錢的人就不介意 是不是 那沒有錢的 就自己想一下 有這麼多錢 就去找他 那些人 你自己想一下 什麼人 但是其實這個為什麼呢 我估計 就是蘇文峰就並非是周易的專家 就是它是學風水命理的 其實跟周易不是完全是直接有關係的 就是因為還要在裡面可以 就是在這個周易開始變化出來的風水命理的東西 所以我相信它是不會講周易的 就是周易只是年代 剛才剛剛那位朋友Alex說 其實基本上是說醫服升上山 你明白什麼叫醫服升上山 周易其實就是 第一個就是醫 基本上其實所有的中醫 所有的中醫 其實都要學周易 也都要讀這個皇帝內經 如果你不認識這個皇帝內經 或者這個周易 基本上是做不到中醫 甚至乎很簡單 如醫那些全部都要 復就是剛才說的占卜 復就是剛才說的卜卦 其實有沒有人想過那件事 現在現代我們的科技 我用電腦 電腦可以上網 其實都是一種book來的 有沒有人覺得是 book是什麼意思呢 我是知道發生什麼事 我知道接下來什麼事 其實你按一下手機 已經知道全世界發生什麼事了 美國每天有這件事 其實都是跟這個book有關係 就是電腦呢 我覺得都是一種book的其他東西 升呢當然看天文星象 當然升上我想現在很多人有研究的 OK 還有什麼幾多行星那些 基本上都是一種原字 上當然有面上手上 都有幾千歷史 但是面上手上我覺得很奇怪的 很多人就說面上手上是統計出來的 其實沒什麼可能的 為什麼呢 面上手上當時我想幾千年前 我想都沒有什麼人的 都會有那麼多人的樣子 給你去參考什麼版 那其實基本上來說這個 這個上學這個東西 都是一種 就是我覺得是一種天璣 來的 哈哈 有沒有人知道山是什麼來的 有沒有人知道 Ebook星上山 山才有沒有人知道 山應該是坑魚那類 是不是 不是不是 其實山呢 其實是代表仙 仙是什麼意思 仙是說的是人自己的修為 就是你人最高的當然是練仙 就是怎麼練到自己變成仙 就是一種的修為 很多人以為山是風水 其實不是 山是說的是自我修為 修為到你變成一個仙這樣的狀態 所以周易教你怎麼練仙 練仙的意思就是 你最高境界你變成了一個仙 當然我們這些很皮毛的 我們做不到的 就是沒什麼可能 就是可以練到仙 但是他在告訴你 如果你跟周易去走 你有機會真的可以練到仙的 其實這個就是他在說的一個過程 OK 當然先就好像我們 第六牙那樣去到最盡的了 我們去到那個時候已經 已經不在這個世界 所以我們很多時候 在這些今生人做的事情 可能是為了我們來勢 去做一些鋪墊 所以我們很多時候 行善即得 就是如果你有聽過周易說的 這個即善之家必有餘慶 即不善之家必有餘殃 就是說你行善即得 其實為了什麼 為了你下一輩子 如果你相信輪迴 就是下一輩子 就是說我今年 這個今世人 可能行善即得多些 下一輩子會好些 這個可能是周易都可以啟示 當然跟基督教有一點點不同 基督教說的 人死了是不會輪迴的 哈哈哈哈 我們死了就是 死了就是 你在等這個 這個 Judgment Day 十五天的 是不是 基督教就不會這麼說 這些是我們下班的 拜聊天說的 剛剛說的 是呀 信耶稣就不會有輪迴的 我們不是可能有機會輪迴的 那就是說行善即得 就是現在做好事 是幫到你下一輩子 會過得更加好 所以我們經常都會鼓勵大家 如果學一下這些東西的人 就是周易的人 都應該做多些善事 就是我的學生呢 是的 阿房博士 剛才你說到用數字 是呀 據我所認識 因為我很小時候玩了 我其實不年輕的了 我記憶所及 大概是35至40年前 才開始由占卜星上去轉化 轉化成為一些數據 因為為什麼我會知道呢 因為我開始不玩了 但是不是等於我沒有留意的 那我到現在都間中會留意一下 這些走勢 因為在初初就是姓名學開始的 用數號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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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變成一些偶像號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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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現在其實已經開始散業的了 用數字號碼數字 再加上馮博士你所講 跟這個電腦普及 也都是有同一個時間的吻合 都是差不多的 我記得是八幾年 八五年左右 就開始蘋果第一、二代開始了 知道我記憶所及了 所以這個流傳好還是不好 中國的文化 我以往記得是衣服星相 和琴琦書畫的 至於那個山我也是第一次聽的 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 但我第一次聽那個山會連先 連先其實是由鬼谷子 那個年代是不是 我都不知道 這個是不多的 我聽這方面 可能我孤陋寡問 不是 你覺得 多謝Alex的意見 我想問一下和博士先 因為我們不僅是一個半小時 現在已經過了 過了三個小時 我和天樂之後沒有下文 我們可以繼續講多一點點 比如給朋友問一下意見 你介不介意繼續的話 你要先走都沒所謂的 我也可以 我們可以再聊一會 我還沒有去做 好好好 我回應一下和博士剛才講的山那個 山那個就是先 講一些修煉 自覺努力 其實關於周易 我想講智學方面就是第二點 剛才我們也說了第一點就是戰爭法 或者必反 居中那些 我想講第二點 第二點就是 這個有第二點也是和中華信仰不同的 不過不同 我覺得未必有矛盾 我都講過 中華信仰那些你借不到是錯的 雖然你說借不到是對的 變成信不信由你 你看自己信不信 始終它不是波學那些 你是知識 你要接受 或者是詐欺那些 變成不可信的 但是它有一點觀察自然的道理 這個你自己去想 反而如果是哲學講的就做一些道理一定是對的 就是合理的 那些我們不需要說信不信的 我們應該接受的 比如說德福一節這種說法 其實下一次我們會詳細講的 就是《真國暴擊》 我們用《真國暴擊》 《真國暴擊》是說德說的 但是周易其實有的 所以順便說周易所謂不福一節的意思 德福一節就是一些比較西方修學的用語 如果中國再說善有善暴 惡有惡暴的意思 也不等於說一個人的禍福 跟他的德行有一個很密切的關係 剛才馮博士說我們惡周易的人 做一個好的人 做多一些道德上的修憾那些 這個就是這種所謂德福一節背後有的意思 德福一節的意思就是越有道德的人越幸福的 所以越有道德的人就往往越逢空挂吉 就是多很多幸福這樣 周易其實反映到的在一些經文裡面有說的 比如在牽掛那裡 比如有謙謙君子用接大專吉 謙就是謙虛謙卑的意思 謙君子就是大吉的 好的這樣 不過這個當然可以引申一些特別的意思 一個人添開的時候 或者有人接受你 所以你做很多事情都很順利 當然可以做一些這樣的解釋 就是道德和幸福 相掛勾這個比如一個例子 第二個例子就是一卦 一卦九五爬那裡詞說 有呼為心 必問 原則有呼為我得 意思就是說一個人如果是對人好 就是人愛 人慈這樣 人家都會對你好 有人愛 有人慈 所以在這裡有道德的人 就會得到一些人很好的對待 這就是第二個例子 例子很多的 總之怎樣催生避兇呢 就是做一個好的人這樣 好了 這一步是不是真的可以這樣呢 其實我們下一次那個過題正正在這裡 到時候再詳細講 但是起碼知道一點就是 叫人家做道德修養是好的 這個如果還有孔子那些 因為孔子就是宗教信仰的部分是少的 人民啊 哲學都是多的 他就將這種德國志說成一種精神意義的 如果你是有道德的話 那你人生覺得有意義的 精神就覺得很滿足 很幸福 這個如果這樣了解得到這次 就很明顯對我們是好的 譬如你做一件事 對一條天氣良心的時候 你做一件事 所謂理正氣壯這樣 理直氣壯這樣 都會就算環境有什麼不好也好 有時候都可以容易去過渡的 譬如孔子本身就是了 因為他周來列國 懷罪不語的 不為世所用的 但是他一樣憑著自己的 譬如讀書 寫作 教導學生 一樣覺得很有意義這樣 這個就看到只有一次 如果你起碼後來孔子 他們要了解 一個人有道德 做人也覺得有意義 有價值 但是周易已經給了我們一些很正的訊息 我想補充這一條 好 那我補充一點 聽完兩位大師說這麼久 剛才馮博士說到避卦 其實孔子都會沾卦的 孔子其實我們有看《女士春秋》 或者我們看《孔子嘉宇》都有記載 他沾到避卦 當時有個國軍就想叫他出來做官 但是避是什麼意思 避者適也 即是裝飾品 原來我做官 只不過是做裝飾品的 那不如不要做 她是不做的 如果他沾到鋁卦 鋁行的鋁就覺得要出油裂角好了 不要留在這裡了 譬如沾到奔卦 有弟子問說 這個應該是吉 為什麼你都不開心 孔子就說 奔卦這個卦是黑白相間混淆 因為正常的孔子就說 黑就是黑 白就是白 但是這個顏色不純 又不是一個好的笑頭 所以我們以前經常說孔子 有些人覺得他是完全不信有鬼神 不與怪力戀神 但是其實孔子只不過是不主張迷信 但是孔子其實是不會抗拒占卜的 因為占卜 我比較認同馮博士的說法 我自己會覺得 占卜不是非理性的 他是超理性的 就是說 我們有些事情想到頭都爆 都決定不了的時候 那我們就占卜了 有時候我們人智力有限的 我們也要有時候 成事在人 茂事在人 成事在天 所以我們《學易經》 都希望官天道以立人道 如果我們看回綠牙 就是象徵什麼 就是天 人 地 人就是立於天地之間 天是什麼呢 就是陰陽 是不是 人就是仁義 地就是光柔 所以其實我們要光柔並濟 行人柔義 如果你問我《易經》 就是說我看到他有什麼啟發呢 同樣大家聊天之後 我會覺得第一件事 就是物極必反 剛才在彪叔說的比較多 其實很有啟發性的 物極必反就是說 有時候我們會行衰運的 但是我們千萬不要絕望 別說我壞到落鐵地 不如我跳樓死掉 又不是 因為皮極太久 但是反過來說 我們是以居安施危 我們就算一個挺好的掛 譬如乾掛好得不得了 九五至尊在乾掛那裡 都會抗農有悔 就是說一個挺好的掛裡面 都會有衰的搖 一些不好的掛裡面 都會有好的搖 如果我們乾掛明明潛隆物用 年輕人可能這個時候 我們要不要鋒煌不露 我們可能要修學儲能的時候 那你就不要那麼突出自己 要不然你就上不去 反過來 你人生已經差不多立於巔峰 那你要知所進退 譬如我們看歷史看得多 有很多人不懂知所進退 死於非命 譬如我曾經在Story Studio 故事專欄裡面 因為我寫那篇文章就是講周雅夫 為什麼要搞到在監獄裡絕食五日而死 就是因為他功高震主 漢警帝警告他 在祭祀的時候給他一塊肉吃 但是故意不幫他切開一塊肉 很大塊肉 又不給他餐具 那麼周雅夫竟然看不明白 這是皇帝對他的警告 就要馬上問負責拿肉給他那個人 為什麼不給我餐具 為什麼不幫我切開一塊肉 然後漢警帝就說 尚不能捉軍府 這樣也不能夠滿足你嗎 這麼大的肉 於是周雅夫立刻就 所謂免官請罪馬上走了 原來漢警帝看著他的背影就說 像養養者非少主神也 這些性格的人怎麼適宜負助幼主呢 結果後來當有人檢舉他謀反 雖然是冤枉他的 就是說他因為買了很多盔甲兵器 但是那些是死後 其實是我們陪葬的 但是都說他想在地下謀反 令到他憂憤而死 就是絕食 譬如我們看范禮 范禮是醒目的 勾錢滅了吳國之後 范禮就帶來西斯 退隱山去湖江山色做生意 但是另外一個功臣民總就不肯退下來 結果就被勾錢賜他自盡 這些故事就證明了 其實我們就要知所進退 也要居安私危 這個就是我在《易經》裡面所受到的啟發 阿馮博士同意我這些長篇大論的說法 同意這個是正確的說法 所以其實剛才說你學周易就是一種道理 學術這件事情就是學了之後你去用 我自己學周易我是想用來形容 形容的意思就是用到在我的人生 我的生活 我的生命裡面 你學得到可以用得到 這個是你自己的得益 你有沒有成功的例子可以跟他們分享一下 你學的這件事情 太多了 因為其實最重要的 趨吉避兇這件事情很重要 就是說可能有一些東西 我需要決定一些投資 用了占卜方法是令我避免了很多損失的 是的 沒錯 還有譬如和別人合作 我用了這個方法 就知道哪些人合作到哪些人合作不到 我也是可以避開一些無謂的東西 我比較用得多當然是數字 數字易經 因為我們知道對方的電話號碼 我們也知道怎樣可以跟別人相處 OK 也都可以怎樣可以跟別人合作 或者找什麼人去做事 會比較順利很多 所以其實就學會了我自己 就是比較順暢一些 就是做任何事情 你都有一些準備 不是說有毫無準備 或者在猜股的情況之下去做這件事 就是好很多的 就是好像剛才 有教人這件事情的? 就是送詞 有的 有的 不過暫時 暫時因為我在澳門 是 澳門有開班 你有沒有分享給我們 我們可以介紹大家 是 澳門有的 如果你們澳門有朋友可以找我 但是如果香港就要等我疫情要過了之後 因為澳門有女友班 我回到香港 要去澳門旁邊有一天的 所以我是沒有辦法回來的 回大陸反而可以的 就是國內 我剛剛去了東莞過年 所以去國內很自由的 你們沒有辦法 你們去東莞 我們其實是很自由的 回大陸在任何地方 但是你們就有些限制了 因為你們沒有辦法 就是我們香港就有一些 可以坐牢的感覺 所以我就不回香港了 一直都在澳門自由一點點 OK 如果你們這些朋友 你這個電話號碼有興趣的 你可以不妨把那些電話給澳門博士 我可以幫你計算一下 直接輸送你也可以 你也有Facebook 你也有Facebook 是啊 那你找到我 你找到我沒有 找到我 如果找不到我就找你 找到劉博士 OK 那我可以幫你解答一下 你們現在用的那個電話數字 的運氣如何呢 我可以幫你解答的 還有我做這些事情不收錢的 就是不用怕 好像蘇文峰收你幾十萬 等一下完了 你解答我們兩個 你有了我們想法 沒有問題 你要問我先 你不可以說我主動去解答你的問題 一定要問我 我就回答你 你不問我就不回答你 明白嗎 OK 還有有些事情 你私底下找好些 因為我免得跟別人公開 因為我會講到你的感情問題 性格問題 缺點 有什麼缺陷 就免得讓這麼多人知道 所以你私底下去WhatsApp我 或者用Facebook 我會回答你 因為其實我這些是一種興趣 不是做這些這樣的 不是一種賺錢的 但是如果你想學 開班我才收學費 就是我是教你 你就要收學費 但是你問我任何問題 總之我有時間 我會回答你 我就不需要收錢的 這些 因為一種是興趣 是興趣來的 所以 有位朋友問 問我當然不記得了 所以不好意思 怎麼說 就是有沒有Facebook可以加 我用我自己的名字 劉桂彪 天樂也是用自己的 我也是用自己的 我也是用我的名字 不如我英文名字 Facebook是K-Fung K-A-Y-F-U-N-G Facebook是用中文名字的 我用英文名字的 因為用了英文名字 開了我會不會改 是 有關的問題 所以繼續這樣 你可以找我問一下 沒有所謂 因為這些研究一下 大家當興趣 但是最重要是 剛才說回 占卜 反而不是說 你有沒有興趣 最重要是你相不相信 你不相信 就是沒有什麼用 就是現在占卜 但是你問我 我的電話號碼好不好 我當然 我會告訴你 你信不信 你可以說完之後 看看是否相信 是的 OK 所以這個是基本上 你當一個遊戲玩都可以的 沒有所謂 但是在我自己 因為我已經研究了 也有十幾年 我計算出來 大概有80%以上是準的 當然 你說這個80%算不算很高呢 那就看你自己 我自己認為都挺高的 哈哈哈哈 而且你要懂得解 是啊 我懂得解 我學了怎麼解掛 最重要是學了怎麼去佈掛 佈完掛就是解掛 不用用工具 只用你那個電話數字 我就已經可以跟你做到這個占卜 就是佈到你的掛像 那你可能不可不勝 現在這樣你應該很厲害 不是不是 我知道 其實我最重要呢 很簡單 因為你在這個社會裡面 一定要和人相處 你不可以是獨家村 那當你和人相處 剛才說你的朋友 第一件事 你的伴侶 你的生意合作夥伴 你的下屬 你的上司 你的子女 全部你都清楚了 就算不要說80% 你其實做事都很順利 是不是 了解對方 知己知彼 就是百戰北台 不是贏 不是八戰八勝 你北台我不輸 其實已經是在這個社會裡面 非常好的一件事了 所以我就 基本上很少會輸 好像我打麻將不會輸的 為什麼呢 我不打就不輸 是不是 我打就不輸 是不是 我有沒有記錯 你好像也有運用過孫子兵法教人的 我記得你是 孫子兵法就講一下 不是運用的 就是講一下 就是講一下 你的意思就是有研究一下 譬如你 有三十六計 三十六計 因為我上課 上幾班 經常都教一些小朋友 誒 記三十六計 第一計是什麼 門天過海 第二計是救趙 我的小朋友 小學生 一年班二年班都會背 三十六計 因為 你教人家生育計 你就研究一下什麼叫生育計 所以你發覺到 很多生育計都是一種商業書來的 就是商業策略的一種的理論 所以剛才說六十四卦 更加是人生的理論 六十四卦 就是對你人生整體 是做些什麼 不做些什麼 應該做些什麼 不應該做些什麼 是非常之有幫助 所以其實有空 要看一下周易 雖然很難明白 很難明白 但是都要去學一下 哈哈哈哈 你簡單一點 我們可能聽眾 不如找馮博士上課 學一下東西好過 那就遲些 或者我下次搞個網上班 沒錯 遲些都要請你上課 專指兵法 或者可以 可以的 這麼厲害 多謝馮博士 謝謝 好 我想再回應一下天樂 再補充 天樂剛才說的居安私人 其實周易裏面有一句說話 後來很多人人的 就是人民學 局製學那些人 就是憂患這個詞 所以我們後來講的 憂患意識 其實周易裏面有的 其憂患符 就是周易講的 憂患符 就是你講求居安私人的意識 後來曼子就很明顯有這個意思 比如說身於憂患 死於安樂 個人如果生前 就是肯安私人的話 死都死得安樂 這個就是周易的意思 進一步的推演 由這裏我想補充什麼呢 就是剛才說 講道德價值那些 如果說宗教信仰那些 對我來說 我讀字學的就變成是尊重 但是我本身就不是研究那些 因為講道德價值那些 就是在這裏可以補充一點的 補充一點的就是 剛才天樂那個說法有關係的 就是當我們就算是講一些命理都好 其實是講一些命限的東西 就是一些我們通常就是天決定的東西 就是那些東西 某些東西都是神秘 或者又是多知 或者是非人力所為 但是周易的一個態度 就是某些東西是比一般的 就是講是占卜 或者是命做那些 命理那些是進一步的 就是早期一些的那個占卜 比如剛才說是那些 體規的文 就是規格的文去占卜那些 那些是比較看得死一些的 就是說 那天決定是怎樣的 你就是怎樣的了 就是沒有什麼說 你人事那裡可言的 但是到周易不是的 周易很多說是不好的 不過如果你怎樣怎樣 就會怎樣怎樣這樣 那就是說呢 後來余家的一句說法是 就是誠事在天 謀事在人 那這個人很重要的 就算真的有一些愛在決定的東西 但是不是不能動的 古代那些 就是看龜的格 那些文那些 就比較死的 就是這樣就這樣了 你沒有得去演變 但是後來演變做掃的那些 就不同了 比較靈活比較彈性 因為掃的那些是推理的 就是那些是演繹推理的 那樣 所以後來周易用了這個 這個降加掃的那一方之外 後呢 對於那個人事那方面 就提升了很多的 就不一樣講那麼死的 譬如我 就是又可以看一些例子 譬如剛才講到說 怎樣去轉化一些 已經講過不多說了 就是由正轉到反反轉到直 但是就是剛才我講話 有一些說法 譬如說危機之中 剛才我引説過 譬如田屋掛 但是軍只能夠中日田田 朝又去努力 晚又去努力 那個危機可以化解 那這些的爬詞掛詞 是很多的 這個其實給了一個訊息 就是 的確天命 某一下是定數來的 包圍的 但是包圍之中 人又可以做到某些事情 譬如我自己作了這樣的詮釋 一方就是剛才講 德國是精神意義 這個肯定可以 我們多有夠得 精神多滿足 這個一定可以 但是其實都可以 用一種比較容易了解的方式 就是 當於一些的決定性的 外在的那些的形式 包圍 包改 但是可以改不了本質 但是可以改一個程度 比如我們生命 當然不可以決定自己 一定是由天去決定 我們不能改 但是我們盡人事 比如說注重健康 這些是可以改變一定程度 至少是長身一點 長瘦一點 健康一點 這些就是某些人事的方式 有時候盡人事方式很重要的 可能差了一點 你搶了人事之後 本來是敗的 成敗得失可以剛剛轉化的 這個就可以在人事方面 如果譬如更加努力 甚至要去撇除做多考慮 努力就純粹我們勤力一點 就是讓人做多一點 或者多走幾步 真的可以做做命轉權均 就是用我們今天的說話 可以改變一些所謂命運的東西 OK 這個我補充 OK 那我就做一點點補充 其實《易經》這本書 其實就是真的 一、兩天 我覺得未必能夠窮盡它 很多分之一的智慧 譬如一個成語 《不足之客》 都是在《易經》那裡來的 這也是我們應對的方法 我們傳統來說 《不足之客》 我們當然是覺得 我們沒有請來的那些客人 他自己來 但是呢 如果我們看回說文解字 許慎 那個時候其實是沒有邀請的邀字的 許慎差不多很勤力 收萬幾個字 有些學者認為在徐堂時代 才有個邀 譬如舉杯邀明月 李白那首詩 對影城三人 所以呢 另外一種解釋 就是說這個粗 是一個通假字 通言縮 那個縮 就是說 有些好態度 很不恭敬的客人呢 來你那裡 而你呢 仍然要對他們呢 是非常之更加謙卑 去對待他們 反而可以逢空化吉 所以呢 這個呢 有時候我們呢 真的 大丈夫也要能屈能伸 有時候我們越是處起一個困境 我們越要放低我們的身段 避其封網呢 我們才可以轉禍為福 我們經常說 這個相反相成 這個逆經的根本 有男就有女 有天就有地 有光就有油 這兩樣東西呢 是要相互轉化 也都要執兩用鐘呢 這樣呢 才我們能夠立於一個所謂不敗之地 拳是什麼呢 拳就是創造力 但是有創造力也要有坤 受造力 剛才一開始的時候 馮博士都已經說了 就是說我們因為要了解 我們不要因了解而分手 我們要了解而包容 地勢坤呢 坤就是講包容 地勢坤指以厚德在物 厚德在物的那個物 我們不可以機械看成一件死物 一件 object 物在當時呢 是指迷人的 所以有一句成語 叫物以沸騰 如果一件死物 怎麼會議論呢 所以不會物以沸騰 那個物也是指人 天生萬物以養人 天就是創造萬物 而地呢 就是滋養萬物 人是什麼呢 人就是成就萬物 那這個呢 這也是我對易經的一些 粗淺的 認知 兩位有沒有什麼高見 對我的說法 所以其實呢 就剛才說 再講一下 其實易經是教你做人的 就是做人的道理 哈哈哈哈 打麻將也不要贏得盡 你都很厲害 我想你人的關係 是非常之成功的 所以你可以經常教別人 其實應該這樣講 以前不是成功 但是你學了周易之後 你慢慢知道 咦 是啊 我這樣做會好些 其實你發覺到 不是說你天生出來 就已經是這樣的人 是很多時候的道理 令你啟發或者想到 應該這樣會好些 所以做任何事情 比如你讓人三分 講話不要講到最盡 罵人都不要罵到最盡 這些事情都是 就是可能學了周易之後 你應該啟發出來的一些道理 所以怎樣做人 還有剛才講回 這個周易講的陰陽 陰陽其實很簡單 那個八卦 一黑一白 其實黑和白是相對的 天和地是相對的 男女陰陽都是相對的 其實所有的東西 因為它有毛極就生太極 太極就生兩兒 兩兒就是講那兩個黑白 那兩個兩兒 兩兒就生四象 四象就生八卦 所以其實就是 天地萬物就由零開始 就到一 所以它是一開始 一開始就變成了什麼 一同零 一同零就是 剛才講回你們那個電腦的原始 我們要學到的東西 一同零 其實不是由零開始 所以我們學這件事情 就是什麼叫一同零 就是這個關係 所以你發覺到這個世界 很簡單 其實周易都講一些階級觀念 階級觀念是什麼呢 就是有父子啊 軍神啊 就是這類的東西 其實很多時候呢 有一件事叫做潛越 潛越的意思就是 你不是那種人做了那樣東西 我們叫做潛越 就是說我不是那樣東西 就去做那件事 所以通常是會亂和反的 比如我們香港呢 前那兩年的社會現象 都是有些叫做潛越的情況 那我們很多時候呢 我們很多東西 當你可能倒轉了 有些東西是可能 剛才說的軍神啊 或者是父子啊 很多東西一倒轉的時候 就會開始會亂 就是不是跟回規律去走的時候 那你亂當然有好又不好的 亂是因為變異嘛 變異可能有改變嘛 但是這個問題呢 可不可以平復呢 這都是其實我們要學一下這件事 怎麼可以將這件事 亂之中可以令它順回 這些東西都是一種學習 所以人生呢 就是很簡單 有很多東西是需要學的 OK 周易呢 基本上你學很久 你都未必完全學會了 就算學了之後 你都未必做得到 所以一定要慢慢去做 就是你學完那件事 你跟著它 你認為對的東西 你就跟著去做 做得多少就做多少 譬如做善事 我們經常都說行善 行善職德 你是不是個個都行善呢 那我盡量 我每天都會想一下 怎麼行善的 就是會想一下 怎麼可以幫到人呢 這個都是其中一種的心態 你現在你跟我們聊天 你不是張傑兵的智慧傳統 你都在行善的 可以這樣說的 是這樣的 OK 幫人有很多東西 有不同的方法 又不是一定說我要捐錢 是 是 給錢黑衣 不是一定是腳踏 幫人有很多不同的模式 或者意識 就算幫一些你不認識的人 都是一種行善的東西 不一定要幫 如果你幫一些你自己身邊的人 就不一定是行善的 為什麼 你覺得你有責任去幫他 但是幫一些你完全不認識的人 這個行善就是比較大的 如果你說是大的行善就是這個 所以任何東西 有人找我 我盡量去幫 不是說借錢 借錢來洗一下 我未必會借 因為為什麼呢 這個世界很多騙徒 沒錯 騙徒 其實他問你借錢 可能騙你 那樣東西 我就不會去幫 為什麼呢 你發覺到 為什麼我去賺錢這麼辛苦 我要把我賺走的錢 為什麼要借給你呢 是不是 這個很不合理的事 我賺錢不辛苦嗎 難道你問我拿錢 我的錢是偷負負責回來的嗎 那為什麼我要借錢給你 不是你去想辦法去賺錢 這個其實 就是你想想一件事 就算是朋友也好 除非是救命 是不是 如果不是基本上 我們都不應該借錢 借錢是害死他的 為什麼他覺得太容易呢 基本上來說 他不會努力的 但是問題其他事情 我幫得不就幫 幫了人自己不一定 幫了人我覺得是有得益的 剛才說你是不是有一個益掛呢 有損就有益 我以前學這個周易的時候 老師講過 就是老師講過 64掛裡面最好就是謙掛 OK 排第二就是 因為謙和益呢 都是最難做得到的 因為謙就要很謙虛 就是我很厲害 我很有料 但是我又不可以張揚 那我就很難的一件事 因為比較不謙虛的 很難的一件事 但是我都希望我盡量做 就是我聽完之後 就算我不謙虛 我都盡量想一下 不要這麼囂張 不要經常這麼疹 就是謙掛 因為謙掛是很難做 但是我是很難做的 益掛呢 益掛是幫人的 還要是無條件的幫 益掛是很難做的 為什麼你要幫人 要幫到無條件的幫 所以其實也是很難做的 但是我又學習怎麼去做 其實你會發覺到 64掛裡面 雖然有些事情我做到 做著 有些事情我做不到 我也想去做一件事 其實已經是一種進步來的 我想去達成這件事 所以剛才你剛剛講的那兩個掛 都是老師講的 是最好的掛和最難做的掛 是 是 剛才吳博士講到黑白那裡 就我所知要補充一點 這個簡單一點 這個其實益除了剛才講的帳 講數以外 其實是圖的 這個其實我可以順便補充一下 雖然比較少人會提到這樣 但是周益其實有很多人 就是根據他講的道理 就畫一些圖出來 但是最重要就是64掛那些 符號 畫成圖 這個不多說了 但是有很多其實都可以圖像化的 比如剛才講到黑白那樣 就是說陰陽 黑白 光油 什麼都好 其實看回周益那個太極圖 這個太極圖又很出名 就是美圈周益的 那太極圖的特點是什麼呢 它就不是說一個圓圈 一刀切 黑邊黑 黑邊白 不是這樣的嘛 是怎樣在一個弧形 就是說黑中有一部分去了白那裡 白中有一部分去了黑那裡 還有一個好像是動賴的 就是它是弧形這樣 一邊納一邊這樣 就是變了那個黑白就不是好像羅生那樣 一是A 要是Va 而是一個可以不斷轉化的 這個就比如 就是只是這個太極圖都看到裡面很多智慧 就是不要說他那些像是怎樣做 單單是一個太極圖圖 就是有些人在太極圖書裡 是隨便帶來寫一些文出來的 因為我也有讀過的讀志學藝 就是這樣太極圖都可以出來 但是簡單的道理你都很不明白就是 不要讓東西一刀切這樣 看得到一是黑也是白 這樣 這麼死板 或者這麼絕對這樣 這個背後都很多的智慧這樣 這個太極圖有沒有發覺有些巧合的 跟我們的阿拉伯數字 6和9 是不是有點相似 6字和9字 是不是剛剛很相似 是不是好像6字和9字那樣 那又剛剛好 羊掛就是9 羊的牙是不是9 陰牙就是6 有沒有發覺到6是陰牙 黑色的 白色的是羊是9 所以很奇怪 有些事情 原來我們怎麼說呢 是有些吻合的 就是說連阿拉伯數字 當時發明這個八卦的時候 都沒有的 就是我們常用的 1 2 3 4 5 6 7 8 9 是沒有這個數字的 沒有這個數字之前 已經有州譽的那個叫做八卦 但是當你發明阿拉伯數字的時候 為什麼6和9呢 為什麼這麼相似呢 是不是 跟那個 那個那個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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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很巧合 很非常之巧合 就是那個6和9剛剛好 一個是上一個下 倒轉 還有剛剛6和9 就跟陰陽牙有關係 是不是 6 6 9就是羊掛 羊掛是9 初9 是吧 9 2 但是陰牙就是6 是吧 那你發覺到非常之巧合的 就是全部都在一起 所以這個世界很多事情 其實就是這樣說 中國人呢 就很多 剛才說很多書看不明白 因為它全部都是密碼來的 密碼的意思就是 慢慢去了解 看得多一些 你去領會 去體會 慢慢就解開一些密碼 所以有時候中國的書 就好像你們推廣這些 就是經典文化非常好 因為每一個字可能都有原機 都是一個密碼 當你懂得解碼 你就知道怎樣可以去運用去利用 我就覺得是這樣 所以學多一些方面 是對自己很有幫助 都差不多 譬如有沒有觀眾 還有沒有問題 特別是沒有出過聲音的朋友 就是 是的 有沒有什麼問題 因為我們講了很多 其中間也有一位同學也有訪問 是不是 有沒有其他意見 問題 解法 之類 我想有什麼事情 你就可以上網問一下 Facebook討論一下交流一下 是的 是的 加一個Facebook那些可以再討論一下 如果有人想問一下 好 好 我們到這裡了 到此為止 下次再見 好 謝謝 謝謝 OK 中秋空來了 拜拜 拜拜 再見再見